新闻大破解 破解大新闻 大家好 香港的反送中震撼世界 而香港的示威者是第二次登上了 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 标题是为香港而战 而这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6月份登上了杂志的封面 而其实在2014年的9月份 也是登上了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 那时候是雨伞革命 而早在雨伞革命发生前的 2014年7月香港路透社就有一篇的专题报道 叫做《香港的灵魂争夺战》 揭露中共是如何的全面渗透 控制香港的各方面方方面面 而如今是发展到了灵魂防卫战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走向何方 全世界都在看 那么目前中共的武警大练兵 而中共的军队是进了香港的边境 部分军车还开进了香港的市区 恐吓港人 而港府是暴力升级 警方大肆的抓捕民众 8月18号香港人号召大抗议 要300万人上街大游行 不过警方已经表态反对 如果被港府认定是非法集会的话 港府甚至中共会不会公然大镇压 全世界相当的关心 而美国总统川普这三天是密集的表态 把香港挂钩到中美的贸易谈判 不希望发生镇压跟流血 而白宫的国安顾问波顿更是警告说 如果中共镇压将引发美国国会的爆炸性反应 在西方的多个国家的政府高层密集的表态之下 习近平林郑月娥会如何抉择 而美国会不会出手救香港 两位来宾为您解析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六四学院领袖乌尔开西先生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明老师 您怎么解读目前中共军警的这个大集结 到底会不会出兵 我想大家就担心出兵的问题 其实因为我分析一下 在前一阵子我谈过这一点 我想说大概中共在四个情况下可能出兵 第一个就是香港大乱 乱到不可收拾了 第二就是这个习近平在国内的政敌 比如说这个江泽民 曾庆红这个人和其他人 他们利用香港去搞事 想把习近平搞下来 而已经情况开始失控的时候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外国插手 因为中共一直担心说外国人会不会搞我 那么他利用香港事件搞他 然后到达危机情况他会考虑出兵 第四个就是香港的问题 延烧大陆内部 到了一定情况他会出兵 当然我必须说 这四个情况不是独立的 它可能同时发生 或者两两发生 或者三两发生都有可能 目前发生了吗您觉得 对 那所以现在就说 你刚刚说四个状况 现在四个状况到达没有 从我们角度看 大家还没到 因为我们就是说 他们相对是比较和平的 虽然有一些中国暴力 但是只要说官方或中共 是要后退一点点 他们也会后退 我们会这样判断 但是这是我们的判断 中共不是这样看 等会儿这个凯西他自己有切身之痛 他可能更可以从这边发挥一下 所以从中共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当时我先讲过六四 1989六四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目光都集中在北京 可是你如果仔细看新闻的话 中国当时有两三百个城市 甚至三百多个城市 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只是北京情况特别严重 然后北京开动坦克了 因为北京是首都 所以从中共角度来看 你觉得香港接近的情况没有 其实很接近了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然后按照上次港澳办的 阳光的那个出来的记者会 他讲了三点 也差不多到那情况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是到达了 那么不但是到达了情况 那中共还有另外一个术语 叫颜色革命 就你刚刚不提到 这2014这个事情吗 其实早在大概差不多 我先说六四事件吧 六四事件爆发之后 中共一直讲说 外国搞鬼 外国插手什么的 他们都是被外国这些 什么阴谋加操纵的人 等等 好 那么这是第一次 完了之后 中共一直讲说 我们要反和平演变 就提防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 中间反了很多年 到了这个2003年 2004年 2005年的时候 不是吉尔吉斯 什么的几个国家 乔治亚几个国家 爆发颜色革命 中共就开始警戒了 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 我们要提防 到2010到2011年 阿拉伯之村爆发 然后中共也说 我们注意茉莉花革命 注意茉莉花革命 换句话说 在他内心一直担心说 有人要搞他 他这担心 这我们看来是 这根本就空穴来风 但对他来说 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 在他们感觉是到了 那请问一下 那为何他 第一个 第一个 他为何还不出兵 第二个 老师之前讲过说 习近平他身边 其实有很多的假情报 因为香港 澳门是由江派 跟曾庆红长期的控制 所以有很多假情报的状况 就有没有可能 他们故意要去把 那种情报 让他符合那个条件 那还有就是为什么 那现在还为什么 还没有出兵呢 好 我先说 那个假情报的部分 假情报的部分就是 我上次在别的地方讲过说 第一 可能真的有假情报 但第二就是 习近平愿意相信 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 他长期这样走上来 而且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不安全感 是非常高的 我从过去在六七年来 一直讲 我说习近平的处境 第一没有外界想象中 这么稳固 第二他的不安全感非常高 因为不安全感非常高 所以他会强力监控 我大概从201314这样讲 后来中国大陆搜索就越来越近 这就是这种不安全感的表现 那现在的情况 那不用说了 好 那当然不安全感非常强 好 那为什么不出兵 既然到这一步了 第一怕西方制裁 那这我不稀说 很多地方讲了 第二我想谈一下就是 这个比较少人谈到 就是香港对中国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 重要性的问题 因为你要看懂 重要性才晓得 他到底出兵不出兵 第一呢 他是一个零关税区 大家都晓得 他同时是一个 中国企业的集资地 中国企业大概有 我们估算大概不少于1000家 在香港上市 然后挂牌 在那边集资 集的数字 我记得是将近6万亿吧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数字不一定很准确 当然大概就至少5万亿跑不掉 大概就5 6万亿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香港又是中国到现在为止 最大的直接的外资入口地 也就是很多人要对大陆投资 他不敢直接对大陆投资 他先投香港 再让香港进去 所以香港占大陆的外资比例多少呢 6到7场 那你说这一旦破坏的话 这钱还敢不敢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他是一个自由港 所以中共在那儿设了很多公司 他设了这个公司 这很多是科技公司 他利用这个科技公司 然后再利用香港零关税的地位 去跟欧美各国进口一段敏感的东西 包括科技 包括晶片 还包括其他的这些敏感的 这些器材货品等等 如果没有了香港的话 他这个就断催了 这第三个 第四呢 我们都晓得说 这个中国大陆呢 跟别的国家贸易呢 他有配额 香港零关税区 他是没有配额的 那所以大陆他自己的配额用完之后 他用香港出口嘛 那你这一旦切掉的话 那你还怎么办 好 老师那我请问一下 就是那从川普的部分来说 有人质疑说 川普之前的态度 好像相对来说 好像稍显冷漠了一点 但有人解读 他是为了要保护香港 不要让中共好像觉得他很在意 您怎么看这个 川普这一路来 对于香港问题的这个态度的拿捏 是这样的 我觉得说他不是不在意香港 他非常清楚香港的价值 但是他更清楚就说 他现在在进行美中贸易谈判 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 他如果打出香港牌的话 那就一翻两瞪眼了 对不对 他现在准备一翻两瞪眼没有 还没有 大家看川普有一个错误估计 以为第一他想把中共打死 他没有想把中共打死 第二他现在为止 至少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企图 真正改变中共的政权特色 也就是结束你一党专政 还没走到这一步 我现在看起来川普目前要的是一个贸易协定 他在有了这个贸易协定 加上国内不太差的这些经济表现 他连任不是问题 所以他在争这个东西 所以一旦他是要一个贸易协定的话 他就暂时不会打香港牌 所以这样才能解释说 为什么前一段看起来比较冷漠 那现在的变化 现在看起来就是比较热切一点点 但有没有热到那些地步也还没有 因为他还在等着贸易协定 所以你注意看中共官方的几次发言 就是说我们注意到川普的讲话了 我们注意到他善意了 这表示什么 我们明白你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门我们也不关上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两天 国安顾问波顿出来警告 如果你出兵的话 会有爆炸性的后果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川普不讲狠话 让旁边人讲狠话 然后他保留一个空间 换句话说 他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改变 好的 目前反送中最近的一次激烈升级 主要原因是香港警察在8月11号的 这个大规模这种升级暴力 有一名女急救援被布袋弹打瞎了眼睛 而警察放任大陆的亲共人士 在街头攻击市民却不介入 而警察假扮示威者被发现 而且还传出他们放火而且煽动暴力 于是很多民众到香港国际机场抗议 而其中又过程中又第一次的比较明确发现 有中共的卧底人员疑似的中共卧底 因此群情激愤也爆发了一些冲突 非常请教这个六四学院领袖 这个乌尔开西先生 您觉得这是中共在一步步的制造借口 要准备镇压的前奏吗 另一方面像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澳洲等政府的高层 最近都陆续的来表态关切 您觉得北京上一步会怎么走 我想高度同意这个明教授刚刚讲的一个 其中有一点分析 就是北京 尤其习近平他并没有那么的有 就是觉得他的地位那么稳 他在做所有的决策 他面对香港对他的挑战 他要做的思考的决策 其实我们要了解共产党本质的话 你就会知道他的出发点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 就是统治利益 首先不是国家利益 是统治利益 维持统治 对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码事 这个西方很多时候在分析中国的时候 往往又把这个两个搞混一围 中国的统治集团就像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一样 是对自己的国家负责的 中国的统治集团只对统治集团负责 而他们的统治利益放在哪里呢 一个是统治地位 不能够面对这个挑战 在共产党看来 香港的这样的如洪水般的 而且两个月不经久不细 这样的一个对于北京的挑战 他的政治意义真正比起香港这个地方本身的稳定 或者说是还要重要得多 对共产党来讲 他更害怕的是这个政治意义的比方说蔓延到内地 不欺负 这个等于是向中国挑战嘛 明确做了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表现 而这个是在全世界面前 在这一点上跟我们30年前 走上北京街头占领天安门广场 它是一样的 对我请教一下 您刚刚说的挑战 但其实不管是六四学生或是香港的学生 其实某种情况下 他们同时遇到被动的挑战 他们只是想要守护原来的东西 共产党不会这么想 共产党不会这样想 共产党觉得他是在守护 但他也没有错 他在守护的是在 共党的利益 他的统治集团的利益 而他的统治集团利益 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压榨 剥夺人民的自由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给你任何自由 因此你就不能够挑战我 所以双方都是在一种 好像是在防卫 但是对于像北京的人民 或者当时我们的这个大学生 以及今天香港人民 是我们要我们卑微的自由 但是呢 共产党呢 是在这一点呢 是完全的针锋相对 我一点都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而且共产党长期有一个思路 就是千里之堤 潰于乙穴 这个想法 在共产党常常 你听到他们内部的开会的文件的时候 常常能看到 他们认为 他们是那个 就是共产党统治是那个千里之堤 非常脆弱 任何的一个蚂蚁穴 就是都可以是让他 他们认为自己是很脆弱的 所以呢 他们有一种看法 就是说 任何的像这种挑战 能不能让步 比方说川普 说你习近平去 去香港跟他们对话嘛 实际上当年 在台湾的这个野百合学生运动的时候 李登辉当时是准备到广场去对话 然后既然他没有到广场对话 但他也实际上进行了对话 一空中的对话 很快就消解了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习近平今天说 好我到香港 我来听一听 那我听到了这些 你们提出来这些诉求 我们可以考虑 他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 那香港大概就真的就没事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习近平担心的是 我如果这样做了的话 在中国的退伍军人 在中国的这个教师 在中国的股民 如果也要跟我对话怎么办 所以就是从共产党的那个思维啊 我们我觉得 我们要了解共产党 要下一步怎么做的时候 要先了解他的思维逻辑 他的逻辑就是 他的统治利益第一 而他的统治利益里面呢 只有一个东西 让我会觉得 他有可能对香港 会有一点投鼠即弃的呢 就是统治集团 这两百个家族的经济利益 个人的经济利益 你可能很难想象 就是说一个国家 十亿人的国家的整体利益 这些都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他可能考虑的是 我们习家王家 在这附近的这些人家 他们我们的连带的 这些全球范围 其实规模非常庞大的 这个私人利益 会不会因为对香港动兵 而受到影响 这个反而是一个 可能会共产党投鼠即弃的 一个思维方式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 他跟西方的对峙 这个不光是 现在看来在香港 好像表现出来的是 港警和香港人民的对峙 这种对峙 好像也已经到了一个 意志力的最后 我可以如潮水般来 潮水般走 但是我会一直回来 这是一种意志的体现 似乎看起来是跟港警在对峙 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是跟北京对峙 但更延伸一点 现在已经香港这个弹丸之地 实际上是全世界在跟北京对峙的一个平台 所以面对这个对峙 他如果共产党 共产党不会觉得说 那我妥协 比方说我去对话 可不可以有效地化解这个对峙 这个不是他的思维模式 他的思维模式 是那就是那个乙学 可能就会让千里之地 溃于一旦 所以这样的局势发展 可能会等于是 彼此好像绑在一起 那个债好像绑在一起 就会一直往下拉一样 是 现在 而且我觉得香港人表现出来的意志 作为一个我自己作为一个学运人士 我想在这边讲一下 那个意志 它会经过两个月的这样 不断地出来以后 它会衍生出自己的生命出来 什么意思呢 就不再是一个哪一些领导者 哪一些具体个人 他这个运动已经有了生命 而这个生命 那个意志是非常坚决的 是 群众运动 是 好的 我们感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心无大破解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破解 香港的灵魂保卫战 全球都在看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13号召开的记者会里面 路透社记者是 六度地来追问林郑 她有没有自治权 能够回应市民的诉求 也就是撤回送中条例 那么林郑月娥是 不断地一直回避 没有直接的回答 我想先请教明老师 您觉得说 目前全世界就叫反送中 刚刚同样的问题 先问北京下一步是什么 我听到一个比较离奇的消息 就是破冠破摔 破冠破摔就是我费特区 然后改成直辖市 直接搞一国一制 然后甚至下一步要并分台湾 所以我听到比较夸张的说法 我个人是有很大的存疑 不过刚刚讲我说 我们想中共了 跟我们想自己是两码的事情 就像六四那时候 多少人想到他会开枪 我不晓得 你们在现场有没有这样想到 没有 我跟你讲 5月30号 我跟胡平在旧金山 我们想到了 而且我们当时栗战群雄 我们跟其他十几位民运朋友辩论 只有我们两个说会开枪 人家觉得说我们丧心病狂 这是第一个 所以破冠破摔 但是我认为现在看起来 比较可能是继续用警察 在香港街头强力镇压 然后大逮捕大判刑 判刑相对来说判得比较重 但是用香港法律判 而不是用大陆法律判 所以抓了700多个人 你放心好了 他判一两万个都不习惯 因为他要稳固 他要稳固他自己的统治 那已经到了家门口 就等于是跟香港的整个 一两个几个世代对立起来 不不不 他觉得说我只要把领头的 那几万人抓起来 后面人是不太敢上来的 林教授讲了一个很重点的字 敢 就是说不敢 你要知道天安门六四镇压之后 30年中国没有出现 大规模的政治性反抗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用六四屠杀 他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恐怖 那还要在香港要完成的 就是要建立恐怖 建立恐怖有几种方法 一个是我开枪杀人 然后死一些人 那真的会建立恐怖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我又不能够死人的话 那我就是大规模抓人 抓到什么程度呢 抓到你不敢再有人上街 这样的程度 我刚刚讲说大抓众叛 这第一个 再来就恐吓 恐吓就是开头你问我那问题 在边境集结军队干什么 我恐吓用 我或者出兵 不一定会出兵 但摆着你觉得我会出兵 然后我调动军队 你不知道也不行 所以我放新闻给你看 放上去放很久的话 那觉得这杀伤力不够 放完没对 我自己拿掉 让你去猜 对不对 这样达到充分恐吓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们猜没错的话 过两天我们会看到 坦克车移动的影片 这样才能造成这种振折力 然后要出兵 其实我认为 出军队的机会比较小 出正会军机会比较小 出武警的机会比较大 那我解释一下武警 大家都觉得武警 武警是警察 不是的 武警是军队 你看上次升将军的时候 警官是升警官 那升武警跟升解放军的 那将军的军阶是一样的 而且你看到 他们是可以对调的 所以武警跟震报警察 跟防暴警察 概念都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武警就是军队 他是我们台湾所谓的青装师 他差不多这些 就是或者叫乙籍师 他其实是这个概念 所以比较可能是武警 那么其实他在走这步前 还有三种可能性 这个是香港的原来 文汇报的副总编辑 然后现在是一个评论人 叫程翔 程翔他指出他第一 按照现在香港公安条例 第17条行政长官 你就可以宣布戒严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 基本法的第18条 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 进入紧急状态 一旦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部分国内法律 大陆法律可适用于香港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第三种按照基本法第48条 在特殊情况下 特首可以绕过立法会 颁布新法律 这是法律上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香港比较可能是警管 或者说是看起来叫做武警 在这个香港这个街头管制 像刚刚那个沃尔开先生说的 在街头管制 但是实际上军管 那他不叫做军管 那比较在小一点点就是宵件 是 那我请教老师 就是您在周一的时候 发出一个紧急警告 就是说您觉得说 香港特首林郑 跟警察的高层 他们的官位 乃至他们的生命 可能会面临危险 从共党逻辑来看 他们在中共棋盘上 会怎么样被摆放 那林郑自己是一个香港人 您觉得他有没有机会停损 或者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有机会停损 我在礼拜一发现了紧急警告 就是说如果中共走到 没有办法 他要必须要借人投贫 民愤的时候 恐怕就只能走这几步 第一是牺牲林郑 第二是牺牲这些高阶警官 牺牲可以牺牲官位 也可以牺牲性命 因为我当然不是公然杀人 就是我在用什么办法 他突然之间发生意外了 大家觉得欲证万习 可以稍微缓一点点 但是后面那高阶警官 我认为最后是跑不掉的 高阶警官乃至第一线 卧底的远景会被牺牲掉 这个事情在大陆 在过去中共统治 经常发生 所以并不奇怪 而且我觉得要补充一句话 就是共产党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句话 这个是一个我想就是 往往能够出乎 所有我们的意料之外 但当然他也包括 可能他不去派军队 也可能是他做得出来的事情 但是他如果派军队 而且派武警 或者是全程戒严等等 做到这种完成 在香港建立恐怖 我认为是最符合 我们所了解的 中共的思维逻辑的 好 后来请教一下 目前这个反送中运动 这个市民的五大诉求 林郑到现在还是 13号还是没有回应 反而一直反控市民的这个作为 那市民现在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但是被中共跟港府扣帽子 所以想请教这个 乌尔开西大哥两个问题 就是说反送中运动 您觉得会如何结束 而且这场运动 事实上又没有一个 直接的领导者 那透过网路论坛 Telegram的通讯软体 已经延续了这个 两个多月的能量 民众而且还逐步学习 提升策略 还自我修正 还会向社会道歉 自我保护 您怎么看这个过程 然后对于这个中国或台湾 有什么样的启发 我想对中国对台湾 启发都很大 这个如果说反送中这场运动 从现在两个月以前 6月9号开始的这场运动 将来会怎样 首先我想这个运动 已经有了生命 自己的生命 也就有了自己的灵魂 并不是一个靠简单的这个 比方说警察 香港的警察 可以用多么暴力的行为 就可以扼杀掉的 不会 那么同时他也学会了这种 这个用很高科技 香港的其实的 这个地方的民主运动的历史 严格说起来大概五年左右了 很年轻 那不像台湾已经四五十年 这个是有这种前夫后继 大家很懂的 甚至我也在节目里面 其他的节目里面也讲过 像香港 为什么这次香港搞得好像是 那么市民跟警察那么对立呢 那就是因为双方的情绪管理不好嘛 警察的情绪管理也不好 其实在台湾如果要是比方说这个冲击立法院 冲击这个行政院 那个陈抗的学生往里面打 当时的时候跟警察是非常对立 大家也都是你 就是看起来跟全世界所有跟香港的 也那种陈抗是一样的 但是陈抗结束的时候 双方回去的时候没有人会带气 其实台湾的警察说 我就上班嘛 我领这份薪水 我穿着批盔戴甲 到这边拿警察 有来陈抗的 那时候我就打下去 这是我的工作 被打的人 虽然当时很情急的说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但事情事过境迁了以后 见到警察 从来不会说你们是敌人 这个就是香港和台湾的一个差别 而导致现在变成是很可惜 就是同样是香港人的香港警察 跟香港人的对立 但这个对立我刚讲过 它不光是香港人和香港警察的对立 它也是香港人和北京的对立 它也是北京和全世界的对立 事实上也是因为 北京在后面不断的 让人家决定 不断的介入香港警察 让他们觉得 好像他们的反应 跟以前的香港警察不太一样 这是技术层面 但如果看它的本质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这是个意志的对决 香港人现在是可以说 铁了心说 我一定要我的自由 我的民主 就像你讲说 光复香港这个口号 很能代表这样一个含义 而这个时候 真正挑战北京的 也是北京的意志 而这个北京的意志 它发现它面对的 不是只是香港人坚定的意志而已 现在值得考验 是全世界的意志 会不会站在香港人的意志同一方 比方说前两天 我们听到蔡总统 出来对这个问题讲话 说实话我相当失望 因为他出来讲说 如果这个事情将来发展到 有一些香港人到台湾来 寻求避难的话 我们会用人道的角度来解决 这听起来 在没有国际领袖讲话的时候 只有蔡总统讲 哇大家一片掌声 但实际上 当这个时候 麦克风摄像机对向蔡总统的时候 他如果出来讲说 这是自由和民主 面对专制的对决 我们台湾 政府和人民 完完全全站在自由民主的香港这一方 你马上变成 就是领袖级中的领袖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刚问到这个对台湾的启发 我们现在其实要看到 这是一个意志对决之后 我们要做的抉择 其实就很简单 那么前两天 西方媒体问我一个问题说 你觉得这个结果会怎样 当我分析说有可能会出现很惨烈的情况 共产党为了在香港建立恐怖 而做出很极端的情形的时候 外国媒体问我一个问题说 Can they get away with it 就说他们这次这样做 还能像30年前一样 而做了以后却不会得到惩罚 没有后果吗 这是西方媒体问的我问题 我当时回答是说 Very good question 非常好的问题 但可惜不应该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问的是川普 应该问的是西方国家的领袖 就是你们还在看到香港是一个意志对决的情况之下 你们的意志在哪里 所以我想这个香港的这个送中 已经不是只是香港人民和警察之间的对立 这是摆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面前的一个 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好了最后我想要请这个明居正老师 用一分钟的时间简单补充一下 或者您对香港的建议 谈不上建议了 第一就是北京很清楚向全世界宣告 它是像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之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对台湾启发就是说 现在台湾还有人要相信一国两制吗 还是说会认为有个台湾版的一国两制 而在台湾版的一国两制会更好一点 那再来就是那中共的本质到底改变没有 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对香港朋友来说就是这样的 我还是提醒一点 我觉得香港人最早很多口号非常好 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是加上刚才这个乌尔凯西先生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还可是如果是意志力的话 它是一个长期耐心的问题 公民不合作运动的最后会赢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耐心 我有这个长期的意志力 所以真的是不但是考验香港人 也是考验全球的意志力 好了 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精辟的分析 和观众朋友的参与 香港灵魂保卫战 它的终局之战何时会发生 没有人知道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在人的算计之外 新闻大破解走向2020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